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号星期日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 新闻速递 我是亭芳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近日 新闻周刊的一篇题为 亲共团体的100万美元如何润滑纽约政治 揭示了这些团体和侨领 被指控卷入了中共政府的猎狐行动 和其他中共代理人的活动 并向政客提供了大笔捐款 国会众议员孟昭文曾在她的选区举办安全中日 她的竞选活动曾从前山东同乡会会长安全中那里 获得数千美元的捐款 然而安全中妇女俩现在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 他们涉嫌与中共官员合作 试图迫使一名美国居民返回中国 另一位经常捐款给政客的侨领 是福建同乡会主席卢健旺 他被指控在曼哈顿经营一个秘密的中国警察站 他和他的兄弟曾向孟昭文、市长亚当斯、州长霍楚等人 捐款数千美元 据新闻周刊数月的调查 这些团体和侨领与中共统战系统有密切联系 在过去十年里 他们至少向纽约政客捐款超过60万美元 涵盖了各个层级和部门 一些捐款还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接受者包括前联邦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自2006年以来 孟昭文的竞选活动从这些团体及侨领那里 获得了超过27万美元的捐款 虽然这些团体为成员提供了社区服务 但批评人士认为 中共利用这些组织干涉东道国事务 与当地政客建立联系 并施加影响力 成为中共安全部门的间谍活动渠道 这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这些团体还为支持的政客 动员了数百或数千名基层成员的贡献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违反了法律 但美国政府和安全机构正在审查这些组织和政客的关系 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共政府的态度锐意紧张的情况下 一些政治观察人士担心 这些组织可能会被用来干涉美国内政 尤其是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安全中还被指控与中纪委的省级分支机构 在各种官员的指导和控制下一起行动 这一指控可能会根据美国法律 进一步将它归类为外国代理人 这可能会阻止它进行政治捐款 安全中面临的指控还包括一些洗钱计划 检察官表示 该计划从中国的第三方 非法将数百万美元注入他们的个人账户 司法部表示 欺诈活动始于2016年 根据《新闻周刊》对竞选财务数据的分析 它与安全中为纽约市政治竞选活动捐款 超过4万美元的时期重叠 亚当斯和孟昭文否认与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的捐款者 有任何个人关系 但没有明确表示 将停止接受与统战有联系的团体的捐款 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工作人员 早在2007年承认收到一些可疑捐款 但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捐款的来源 是否与统战有关系 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所表示 这些捐款是纽约和美国的其他地方 有民主思想的华裔美国人和亲中共的中国人之间 更大战斗的一部分 通过接受捐款并定期出现在 与北京海外影响力工作相关的组织的活动中 纽约政客们为这些团体打起伞 从而赋予他们及其侨领政治影响力 并加强他们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地位 由安全中和卢坚望领导的 高度组织化的社区团体提供的服务和网络 确实受到一些人的欢迎 但他们也很容易受到渗透 这意味着中共可以从中国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 正是他们的基础设施使之成为可能 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研究总监王亚秋说 参与这些组织的人都知道 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党国有联系 当他们回国访问时 甚至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官员 都会接见他们 他们想要这种声望 而这种声望也会带来现实世界的好处 有利于在中国做生意或与华人华侨做生意 今年几乎每个月 孟昭文、亚当斯或储或其他代表 都会出席由这些团体主办的庆祝活动 通常与中领馆的外交官在一起 在FBI今年1月份突袭常乐办公室之后 他们仍继续出席活动 2月 大约300名民运人士在常乐工会的大楼外抗议 民主活动家周锋锁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亚当斯参加了由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办的派对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舒默是受邀参加庆祝活动的其他民选官员之一 周锋锋所说 这正是他们在政治影响力方面所需要的 政客此刻保护他们 卢坚旺还与亚当斯、舒默和其他纽约民选官员一起 参加了3月的活动 事实上 他当天就职成为福建同乡会的新主席 7月1号 孟昭文和亚当斯的代表与卢坚旺的兄弟 一起出席了福建同乡会纪念香港回归中国26周年的活动 鉴于北京支持的香港当局正在进行镇压 数十人因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指控被定罪 并导致数十万人流亡到西方 包括纽约 该事件高度政治化 孟昭文的代表甚至授予福建同乡会前主席郑思琦 一个国会奖章 并宣布郑思琦日 这与他在2015年授予安全中日的荣誉相同 亚当斯的发言人告诉新闻周刊 市长每周都被邀请参加数十场活动 他的出席要么就是为了表示对当地社区的支持 要么就是为了促进纽约市的发展 并不构成任何形式的认可 自由之家研究总监王亚秋说 纽约的政客需要了解中共的政治和统战工作 这样他们就不会参与一些看似无害 但实际上有政治意义的活动 汉美民主基金会智库的高级分析师辛格尔顿表示 在没有更严格的透明度法律的情况下 竞选活动和个人候选人应充分筛选捐款者 并确保他们没有来自外国政府或组织的背景或影响 无论与统战有联系的团体中的人物 是否被认定在美国实施了旨在促进中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他们对北京的强烈支持显而易见 尤其是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 卢坚旺也是在2015年类似于示威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让他与中共政府建立了长期信任的关系 卢坚旺声称 经过挑选的抗议者 被用公交车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由中领馆支付现金 都柏林大学学院副教授杜卡尔斯基斯 在他的著作《让世界对独裁安全》中说 风险在于如果这些活动被曝光 可能会引发对中共意图的更多怀疑和反感 而这正是中共政府想要避免的 长期以来 美国的华人团体一直强调他们不寻求破坏美国 尤其是在审查日益严格的今天 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一点 今年7月 纽约的大约80个华人社区团体 号召了2000多人参加庆祝美国独立的活动 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的热爱 同时强调了中美友谊的重要性 北约与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9月30日 举行提前大选 外交政策与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 成为左右选民意向的最主要关键 亲俄罗斯的前总统费科来势汹汹 扬言胜选后 为了和平将终止军援乌克兰 并反对乌国加入北约 英国《卫报》27日引用民调机构AKO 20日到26日所做的民调 显示亲西方的进步斯洛伐克党 与费科领导的方向党 支持率分别是18%与17.7% 不分上下 斯洛伐克曾坚定挺吾 俄乌战爆发后 率先支援乌克兰防空系统 但在疫情与俄乌战冲击的激化下 斯洛伐克内斗与派系冲突 导致平民党联合政府在去年底瓦解 与转为看守内阁 并在今年5月更换看守总理人选 力图回归的费科曾两度担任总理 总任期超过10年 2018年时 因揭蔽记者命案引发示威而黯然离职 认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论调的费科 如果回国执政 斯洛伐克恐将成为继匈牙利后 另一个挑战欧盟挺物共识的欧盟国家 不过 无论是费科的方向党或欧洲议会副主席 须美卡带领的进步斯洛伐克党 应该都拿不到足以独立组阁的过半数席位 意味着新政府恐怕仍是多个小组组成的联合政府 这使得排名第三的声量党党魁 前总理佩拉格利尼因此成为造王者 中国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 被当局宣布采取强制措施后 许家印位于北京最高权力中心附近的一栋豪宅 近日引起网民关注和热议 据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 在北京石刹海附近 有很多大型豪宅 当地老街坊介绍 豪宅旁边叫玉河 玉河就是过去皇上坐船走过的地方 这边是许家印的豪宅 那边是马云的豪宅 这座宅院有地下三层 那边是许家印豪宅的正门 现在正疯着 这位老街坊介绍许家印豪宅的情况不多 但从视频中看 许家印的这座豪宅建筑面积不小 又处在北京最高权力中心附近的黄金地段 价格不菲 石刹海与中南海南北相邻 这是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风景区 这个风景区有不少新建的四合院 许家印与马云的豪宅就在其中 据老街坊介绍 当地房屋改造 原先住的老百姓搬迁他处 再建的这些豪宅 都是一些名人富豪所拥有 其中一栋豪宅 宅院门楼由金丝南木建成 价值一亿五千万元 院内还有两颗紫薇花 价值两百万元 紫薇花又称白日红 古代圣之于宫廷之中 观此视频后 有网友评论说 仰看他平地起高楼 仰看他高楼碎一地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当年打土豪分土地 现在打土豪分家产 许家印曾卫列亚洲第二大富豪 2021年的身家高达2040亿元 被抓钱 他不仅在国内外拥有多座豪宅 还有私人飞机 游艇 豪车等等 9月30日 苹果公司表示 将发布软件更新 以解决客户对最新的iPhone 15机型 在运动时过热的投诉 iPhone 15系列在一周多前发布 苹果表示 新款iPhone的过热 是由于iOS17中的错误 应用程序中的错误 以及临时设置期的综合影响 苹果表示 正在对iOS17系统进行更新 这个系统为iPhone 15系列提供支持 以防止设备变得过热 并正在处理那些 以导致系统超载的方式运行的应用程序 苹果表示 Uber和视频游戏 Asphalt 9等其他应用程序 仍在推出更新过程中 苹果没有具体说明 何时发布自己的软件修复程序 但表示任何安全问题 都不应阻止iPhone 15用户 在等待更新期间使用他们的设备 苹果公司夏美联社提供的 一份简短声明表示 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可能导致iPhone 运行温度高于预期的情况 苹果本月初发布的新款iPhone 15机型后 苹果论坛 Reddit和社交媒体上的用户投诉表明 所有四款机型在使用过程中 都会变得比预期更热 一些用户无法舒适地握住手机 其他人分享了红外温度计的照片 显示他们的iPhone温度超过80华氏度 有人说 我今天刚拿到iPhone 15 Pro 它太热了 我甚至无法长时间握住它 苹果新款高端机型 999美元的iPhone 15 Pro 和1199美元的iPhone 15 Pro Max 采用重新设计的 太金属外壳和铝制框架 使其更易于维修 苹果表示 新型号过热的问题 与太金属底盘设计无关 相反 苹果指出了特定应用程序的错误 以及iOS中可以通过软件更新修复的错误 苹果表示 即使将推出的iOS时期更新 将解决该问题 并且不会降低设备的性能 苹果网站称 用户可能会看到 当手机从备份设置 无线充电 使用图形密集型应用程序 或游戏或流逝传送高质量视频时 手机会感觉更热 苹果表示 设备在频繁使用时发热是正常现象 如果iPhone不显示温度警告 则可以安全使用 到目前为止 新款的iPhone销量不错 设备的发货时间有时会延长数周 而且在发布当天 苹果装卖店前排起长队 苹果过去曾面临过 备受瞩目的发布问题 但这些问题并没有严重影响该公司的长期前景 2010年推出的iPhone4存在一个设计缺陷 可能会导致通话掉线 苹果提供免费保护壳来改善这个问题 2012年iPhone5推出不久后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就苹果地图存在缺陷 且不可靠而道歉 2014年发布的iPhone6 因在压力下弯曲而受到批评 今天的新闻速递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亭芳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感谢观看